第三十二拜 一心代为生生世世 即现在生中 父母师长 六亲眷属 冤亲等众 鼎礼三宝 求哀忏悔 普代法界众生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同生净土 同源种至 南无阿弥陀佛 最后一条 一心代为替代 所以 我们这一切修持 都是普慰众生着想吗 代替哪些呢 代替我生生世世 以及现在这一生中的 父亲母亲呢 我们这个修法 不为我自己修 我替我父亲修 替我母亲修啊 还不是就是这一生的 父亲母亲 我们过去多少生 有多少父亲母亲呢 我都要替代呀 所以我们这个心很广大呀 你这个孝 也是真正的大孝啊 不光是孝顺今生的父母啊 所以就使得 我们一个人就是伟大了 这是学佛的殊胜的意义啊 我常说 是大便活人呢 所以 学佛的过程 就是改造的过程啊 你学了半天佛 不但学佛是如此 连儒家都是这么说 你念了四书 你还是照旧一样 你就不会念四书 你必须根据孔子的话 把你自己要有所改变呢 所以这些 我们老这么做 这么回向 你看看 不知不觉 你就变了吗 现在你就照这个念 你本来就没有想到这个 现在你念 你没有想到 也就实行了 是不是 就伟大了 而且 实行 实行着 你就纯熟了 你这个熏的力量 这个成了习惯了 对待一切 就都是这广大心了 不但是父母啊 而且六亲眷属啊 亲眷都有啊 而且冤亲等重 冤亲平等 不但是平等 还先提出 冤来 冤还在亲的上面 这正是佛教的伟大 有一个谁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我愿意替一切众生回向 但有这么几个人 要我把我的功德 要回向给他 让他得到 我就是不甘心呢 念工说到这儿 畅怀大笑 这个人太坏了 怎么怎么对不起 我为谁回向都可以 还要包括他 要替他 所以 这个心 还是要分别 所以 我们要连这个 也不分别 就是 要发展到 你对 这个最逆等 记忆最深的 你最不能原谅的 你也原谅嘛 所以 这个心呢 啊 顶礼三宝 我这个磕头 是替他们 在顶礼呀 所以 这个修持 就不是 完全 为个人了 就通过 这些个实践 使得 你得到转变 这个秘法 有很多 这样的 通过你的实践 转变 你的认识 这个秘法 前头 供一个东西 就是 把很多脏东西 都摆在这儿 拿来供佛 不然 不然 你就觉得 好像 脏东西 不能供佛 不然 你这个心经里头 那个不够 不净 你就是 那么念 你那还是 有够 有净 这个 你一下 就过不去了 我这怎么 拿这些 脏东西 来供佛 你就 有够 有净 久而久之 就会觉得 这都是 清净了 都是清净 你这个分别心 也就少了 这个 它就 不够 不净了 总之 就是要 慈悲 喜舍 舍什么 舍这一切 分别呀 虚妄的 分别吗 顶礼 三宝 求哀 忏悔呀 我替他们 求啊 我是很 哀怯呀 替他们 忏悔呀 你看 不但是磕头啊 而且 不仅仅 是这个范围呀 底下 还普代 法界 众生 普遍 代替 全法界的 一切的众生 所以 我们就说 我们一个人的修行 不是 只是你一个人 得到好处啊 我常常说 一个地球 这 还说小的 是全法界 都得到 好处啊 就是如此啊 所以 这样 我们才知道 我们这个 生命的 意义 我们的生命的 宝贵 多有 这样一个人 在世间 全法界的众生 都得到 好处 普代 法界的众生 回向 西方 极乐 世界啊 同生 净土 同源 种制 都 同生到 极乐 世界 同源满 一切 种制 圆满 一切 种制 也就是 圆满 一切 佛的 智慧 也就是 成佛了 南无 阿弥陀佛 这就 全 圆满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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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